名称 好 怎么修改呢 改的方式是这样子 我们针对这个栏位的修改 叫做资料清理 如何做资料清理 一点选常用 当我讲一二三 你可能就是有些同学就在写那个 其实我的讲义里面也会告诉你 一做什么二做什么 好 一点常用 二点转换资料 转换资料分上面跟下面 上面是一个图示 最常用的跟下面 下面其实它有分三种 其实是四种 四种 好 最常用的它放在最上面 可以 你可以去转换资料 为什么要做转换资料 你看我现在是不是要把Column一改成一个适当的栏位名称 Column二改成适当的栏位名称 好 所以这叫转换 这是编辑资料 转换资料 好 在英文单字里面 EPL的T就在讲这件事 所以 所以 它有edit的概念在这边 好 点选转换资料 当然你可以点上面这个图示 就是转换资料的意思 你看 这个图示不是跟上面这个图示是一样的吗 好 来点上面这个图示 第二动作点 转换资料 第三 这是一张资料表 进口的这张资料表 你当然可以在这边切换 这是出口的资料表 等一下 它还在跑 我想它跑到什么时候 你看 现在我点到出口 但是它这边还没有执行完毕 还是在进口 所以这个时候就只能等 真的就只能等 你不要急 好 你点了出口 这边是不是就是出口的那个内容 点了进口 就是进口这内容 因为我刚刚 我的游标是落在进口 好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source.name 还有这个column1 column2 column3 所以我的正确的标题应该是这个会比较合适 对不对 这个会比较合适 所以呢 我要做一件事 其实常用底下这边使用第一个资料列作为标题 可是我希望你是在这边找 因为你是不是要做这个资料表的一个功能操作 所以建议是在这个资料表的枢纽控制位置 通常枢纽控制位置不是在左上角 就在这个表格的右上角 对不对 像关闭应该有影响 每个视窗的右上角是不是都放的都是关闭 对不对 好 所以记住现在慢慢的APP都已经希望你不要再去上面找功能了 因为我要修改这张资料表 那就请你到左上角去找或者是右上角去找功能 点选左上角这个枢纽 第三个动作 然后你觉得使用第一个资料列作为标题 觉得不觉得他还蛮合适的 对不对 可以吗 好